台灣的政治二、三十年來,就像國王的新衣 大家都知道藍綠二鬥,兩黨一樣爛 可是沒有人有勇氣或能力去改變 2014年,柯文哲的白色力量崛起 一度點燃了一絲希望 無奈最後被看穿柯只是一個能力平庸左右搖擺的投機分子 短短幾年間,柯的影響力已經如昨日黃花 2018,韓國瑜參選高雄市長 帶動一波席捲台灣的韓流,並一舉拿下綠的出資的南方首都 一時之間,所有的政治人物人人自圍 紛紛拿起算盤,各有各的打糧 因為這些敏銳的政客們已經嗅到人民終於覺醒了 於是在庶民百姓的推波助澜下 韓國瑜從初選一路勝出,成了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這其中最詭異的就是,為韓在前頭衝鋒吶喊的 都是過去的綠色庶民 而在韓後面處處置走的,都是藍營的權貴精英 如果仔細去想,這其實也不難理解 台灣藍綠政客都一樣,只是吃相好看難看的差別 綠色庶民因為被騙夠久了,所以憤然覺醒 藍營權貴精英因為害怕以後吃不到了,所以各個心慌 綠營土匪因為吃太爽了,所以人人拚命 基本上這就是2020大選的局勢 而這些藍綠政客雖然為數不多 可是掌握了國家的資源與媒體,所以可以營造風向 製造假象,創造幻象 均不見那些年代東森三立民視 伊電視的主播跟評論員,都越來越有李春姬的feel嗎? 果不其然,在國民黨打假球 民進黨打黑球的藍綠兩黨夾殺之下 韓國瑜以極大的票數之差,敗給了連任的蔡英文 不管這其中是不是存在有任何的貓膩 反正國民黨不在意 韓的支持者又拿不出什麼一槍斃命的證據 便宜如此,屠呼奈何 小英連任之後的執政荒腔走板 進萊豬,買軍購,貼川普 嗆中國,關中天,廢核店,挺廢死 對內貪污頻傳,治安變壞,對立加深 對外孤立無援,卑躬奴言,誤判情勢 這樣的結果,其實沒有什麼好意外的 什麼樣程度的領導人,就只能用什麼樣程度的下屬 你能夠期待像陳吉仲、陳時仲那樣的官員 能夠保護台灣的死安嗎? 你能夠期待像謝長廷、謝志偉那樣的外交官 能夠捍衛國家的主權嗎? 你能夠期待像丁允宮、丁移民那樣的發言人 能夠代表政府的顏面嗎? 你能夠期待像蘇貞昌、陳菊那樣的首長 能夠公平正義的施政? 你能夠期待像陳柏惟、王浩宇那樣的名代 能夠盡責的為人民出聲嗎? 你能夠期待像周玉寇、張雅琴那樣的媒體人 能夠用專業監督政府嗎? 你能夠期待像范士平、吳嘉隆那樣的學者 能夠用良知、爭編、實證嗎? 說到底,你能夠期待像蔡英文那樣虛偽造假、說謊誠信 不是民間之苦的交中霸道之徒 能夠勤政愛民、用人為才、新國家之大力嗎? 台灣自小英執政以來是變好或變壞 見仁見智 有人說2020幸虧是小英當選 台灣防疫才能好棒棒 但我要說的是如果不是小英當選 台灣防疫人會好棒棒 而且不會對外輸出病毒 並且是經常到國外才被驗出 台灣人也不用吃美國人跟大陸人 都不吃了萊豬 不用買美國超貴又過時的武器 台灣的街道上不會看見裝甲戰車 台灣的天空中也不會出現成年老舊 還要冒死起飛的戰績 台南的路燈不會不亮 治安不會變壞 不會有無辜的外籍學生受害 不會有吸毒侍母被判無罪 不會有砍樹法嶺良田重店的荒謬 不會有增加燃煤發電的愚昧 不會有NCC雙標的耳爛 不會有深等論文資料 需要密封30年的世界笑話 更重要的是 台灣不會在美國大選單邊壓錯保 不用現在必須很難看的過彎甩尾 一個國家的領導人沒有出席 就會讓自己的年輕一代 活得像殖民地的次等漁民 何謂次等漁民 就是明明自己只是別人眼中的小筆尖 卻以為自己是可以扭轉乾坤的美國隊長 看看這一次美國大選 許多台灣網民與政客的無知表現 正恰恰印證了這種時代的悲劇 明明是尊嚴掃地 卻還自以為是魚要農門 更難堪的是 小英政府挺的是一個 全世界公認沒有文化水平的流氓痞子 這樣的判斷力與價值觀 除了島內被洗腦的無知英粉外 走出世界 有誰會真的看得起台灣呢? 當這些人用小聰明與耍嘴痞子 自以為占到便宜的時候 要知道低層次的聰明 永遠比愚笨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這才是台灣的悲哀 回家 開趴手